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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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茉莉 茉莉呢今天要分享的是 纏繞化 那我分享的主題呢 是我們的韻律 那韻律呢 他是在我們纏繞化五元素裡面的 圓圈圈 加上曲線 那把它連結起來呢 它就會成為我們的韻律 那我們現在來看韻律怎麼畫喔 那期待我們今天 可以有美好的一天 是纏繞五元素裡面的圈圈 加上曲線 所完成的 那我們一樣在纏繞紙上呢 畫出你要的間距 大小 及距離 那一樣呢 我們沒有任何的尺 你自己畫得開心就好了 那也不需要橡皮擦 所以呢 我們就淡淡的把它畫完 那你要畫多少個 沒有一定 沒有四次的方向 那上次呢也有提到 纏繞呢 它的紙張呢 在轉結很重要 那我現在呢 要開始連結曲線喔 從上面到下面 很像寫一個那個明文數字的類似 然後慢慢的畫下來 然後我等一下 紙的畫完之後呢 我要畫橫的 記得呢畫橫的時候 手會比較會有干擾到 所以呢我等一下就把紙呢 稍微轉一個方向呢 它就又變成是 直的方式在做畫 那這樣子呢 你的手呢也比較不會痠 畫起來呢也會比較順 好現在我轉紙了 一樣再畫一下 我現在要的橫線的部分 那每一次的纏繞呢 都非常的靜心 那有沒有看到感覺是 每一個線路呢 都是在舞動著 那慢慢的畫呢 畫多畫少沒有關係 每天畫一點點一點點 只要一杯咖啡的時間 就可以畫完了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韻律 那也有人說呢 韻律呢 就只能畫紙的嗎 沒有喔 你自己呢 也可以把它畫成斜的連結 或者是橫的連結 任何的連結都可以 線條跟線條的之間 你要怎麼去畫它 都沒有人去還你 才要開心 那我現在就畫斜的 那你這樣畫斜的 斜的 有沒有跟上面的不一樣呢 那我現在呢 要跟第一個 跟下面這個再做連結 是不是有交叉點 那每一個畫出來 就自己畫 那畫到你自己 我覺得很舒服的 很開心的 你就可以自己喜歡 所以呢 殘繞呢 是不是很挑釁呢 而且是沒有任何的曲線 那我今天的韻律呢 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分享 更多的殘繞元素喔 期待下次見 掰掰